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燕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攀升 我国已启动秋冬防疫专案 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如果您需入境我国或由我国转机 请准备登机前3日内的Communite Team核酸检验报告 提醒您检验报告内容需包含 1.登机者护照姓名 2.出生年月日或护照号码 3.裁检日及报告日 4.疾病名称与检验方法 5.检验结果 入境后也提醒您配合居家检疫规范 留在家中或检疫地点不要随意外出 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守护您我的健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土城重化区的房价可能再上涨 除了新北市立土城医院7月份 落成补足土树三婴一带的医疗资源外 明德里争取多年的活动中心 也落成启用了 就有防动业者指出 重化区一带搭配周边的机能 对房价起掌是一大助攻 武师庆贺土城明德市民活动中心 和银法俱乐部落成 新北市长侯友宜地上红包奖励师队 同时带领里长居民和地方明代等人 接牌启用 这几年土城重化区发展快速 继新北市立土城医院 今年7月份营运后 重化区内首座市民活动中心启用 预计可加汇周边7个里 3万多的市民朋友提供多元活动空间 而这也可能是间接带动 重化区一带的房价起掌 因为这么长久以来 都没有去开发的动作 那当然以近期来看 你整个土城重化区的一些 所谓的交通的利多 还有我们所谓的医院 商场 电影院 一些的生活上的便利性 都会对未来土城的方向都有加分 明德市民活动中心 并位于公儿18公园内 也在捷运海山站和土城站之间 步行大约10分钟左右 内部的空间是60平的挑高大礼堂 明德里的里长吕李明说 长期以来因为土地关系 无法争取活动中心 趁着土地重化 终于能够争取到市民朋友的活动空间 担任了五届的里长 我第一任的时候就在争取 能够有一个活动中心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土地 所以在这个升格以后 我们在大概六七年前 我们因为这边重化 我们明德这边有重化区 重化区有盖了一个公合18公园 那公合18公园 有一个公园以后 土地就没有问题 土城重化区一带生活机能逐步完善 包括大众捷运系统规划三阴县和万大树林县都在进行当中 还有大型连锁店进驻住宫 房众资料显示近三年的住宅均价涨幅将近一成 和同样位于捷运板南县的板桥房价相比较 仍是具有吸引力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英格区复明里 即机器人公园后 再利用闲置的空地 完成豆豆融公园 以恐龙GRC地井为主轴 起用当天还在沙坑里买了化石恐龙蛋 让小朋友们来挖恐龙化石寻宝 十分有趣 看这边 小姐在拍价呢 这边 这边 位于英格区奉明重画区内的豆豆龙公园 在新北市副市长陈静淳 英格区长石明慧 市议员苏宏青 奉明里长陈芷柔 共同接拍后正式启用 这是新北市第40处 奉明里第二处特色公园 邻近社区的民众都非常开心 多了一个六小孩的好去处 因为我是住附近的 我觉得刚好这个公园开幕 我就带给小朋友在这边玩 对啊 其实还还不错啦 就去沙坑啊 就小朋友在玩沙子啊 而且现在有分水啊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是比较深的 对对对对 好玩吗 好不好玩 你喜欢玩什么 喜欢玩沙子 喜欢玩沙子 有没有找到恐龙蛋 有 豆豆龙公园主题为恐龙水世纪 将恐龙意象及造型水设施 融入游戏场 并以公园中央的游戏广场为设计重点 配置沙坑及山形攀泡网 丛林感的苏铁落腹与绝类水雾 以及抢眼的三角龙化石地景为设施 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豆豆龙公园 是由金融的地方上来票选 大家比较喜欢这个比较亲民的 一个豆豆龙的名称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星光处针对这个公园的造型 我们就采取 紅龙的一个造型 奉命里长陈子佑说 有别于知情人公园 豆豆龙公园是否学龄前的儿童使用 希望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 我们重画区这边有很多的社区 那这些大楼社区的那个住户 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因为之前的经验 就是我们在机器人公园那边的 那个公园滑梯 比较适合年纪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做一个适合年纪比较小的 公园周边有富民国小 居民 孩童及老年人口众多 公园启用后 也让邻近的民众有了更好的休闲设施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简碳是全球的议题 然而台湾的简碳成绩并不理想 为在树林的基督教借菜总会附设的爱新育幼院 特别就响应了太阳光电发电系统 有了这个系统后 不但可以补贴育幼院一年电费的7.2% 也启发育幼院生爱护环境的观念 我们现在目前在环保的部分就是我们减少塑胶的食用 所以呢我们早餐有些孩子他可能要上学 或者他们要出去交游的时候 他们就不用塑胶带来送食物带出去 他们就会用这样子的环保餐去 即使是育幼院也能为环保贡献力量 位于树林区的芥菜总会 与绿主张合作社共同推动太阳能发电 租金除了可以用来补贴育幼院的日常电费外 也教导怨声以行动支持再生能源爱地球 我想现在整个地球暖化环保的议题 其实是全民的议题 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 所以包含如何透过这样子 我们既有的一个硬体设备 我们也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并且在这当中也教导我们的院童 他们也有这样的观念 芥菜总会执行长吴小平表示 虽然是社区的小力量 但发挥育幼院生爱护环境的教育意义 也是响应联合国全球永续发展目标的里程碑 像他们要种花种树 他们就是手上有一些瓶瓶罐罐的 那他们就是拿来运用 就不会再去 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就多利用资源 那孩子有的他们就会用一些造型 他们手上有什么瓶子 那他们就拿来运用 然后这个 像这个他也是不紧的造型 然后种的话 像这个他们养了一条鱼 他就用这个来当水缸 育幼院院长苏玉慧也展示了院生平常在环保减速方面的作为 院生们会做垃圾分类及垃圾减量 非必要不使用免洗餐具 平日也会引导孩子思考低碳生活的重要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高龄化社会如何陪伴长辈呢 三峡台北大学发起了老大人音乐节 安排音乐和戏剧 让老人家们共度愉快的下午时光 并以此活动作为社科院USR计划 落实大学社会责任 一个人照顾良老 一个行动不便 一个失智 照顾者心力娇脆的无奈感 失智症照顾者家属 组成的海马回剧团演出全职照顾者篇 点出了高龄化社会 照顾长辈的不容易 也正因为如此让人沮丧的情况 可能在各个家庭发生 三峡台北大学社科院发起USR计划 举办老大人音乐节 以实际行动关怀长辈们 我们这个大学的一个趋势呢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校园 能够跟社区的民众多互动多结合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 其实也引进了很多的社区的民众 社区的长者 进到大学教育里面 那跟学生多互动 其实是比起教学相产 然后呢社区也有收获 学生也有收获 那学校这边也有收获 是创造一个共赢的局面 服务计划 包括学老工作坊 轻盈共学 而老大人音乐节的活动设计 让学校附近的老人家和家人 都能享受两个小时的音乐和戏剧饗宴 得到放松 我觉得台北大学真的很用心 跟社区的结合 对隆文理 对我们三峡来讲 对大家推进来是非常好 我希望能够继续办得下去 社科院USR计划 落实大学社会责任 关怀长者 给予照顾者更多的支持力量 同时也给了社区 更多陪伴老大郎的活动 让他们开心乐活养老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今年的新北欢乐耶诞城 是历年来占地最广的一届 不少家长就带着小朋友 一起攻略整个园区 走累了总是希望 能有个亲子休息的地方 而在府中站附近 就有一家相当特色的亲子餐厅 明亮舒适的环境和造型口味 都令人耳目一新 加上定期还有各式DIY体验 及收护式课程 成为网友狂推的亲子餐厅 在板桥府中站附近 有一间相当有特色的亲子餐厅 走进来先看到的就是一座小朋友最喜欢的秋千 接着是两层楼高的风潮六花梯和球池 小朋友们转来转去十分的开心 老板娘说当自己有了小孩以后 都会希望外出的时候能有一个小朋友玩得开心 大人可以安心休息的地方 于是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空间 并且提供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安心食用的亲食 这里的每一道餐点都是老板现场调理 减鹽少糖尽量呈现食物的原味 像是这一道软发起司塔 就选用了各种不同的食材 让小朋友能够酥果起司肉都吃得到 一次满足孩子的需求 我们就是希望小朋友用这个餐点的话 一次用就可以吃到他们所该要拥有的一些食材 比方说蔬果类的部分或者是肉的部分 还有鱼鱼的部分 起司的部分 这个在一个套餐里面就全部通通都可以吃到 对 所以对小朋友来说营养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一份餐点的话 小朋友就一次就可以满足这样子 另外像是以可爱造型吸引小朋友目光的 淡淡起司松饼宝宝餐 动物造型的吐司和小鸡造型的沙拉 可爱指数都报表 另外一道人气料理Oreal巧克力松饼 从面糊开始就是特地调制 配上顺口不腻的鲜奶油 也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餐点 老板表示 饮料也是选用新鲜水果搭配牛奶馅打 要让小朋友吃得健康 有家长就说这里离府中站不远 各项设施又很充足 下午休息吃个点心 晚一点还可以去耶诞城走走 这边的设施就是很新颖 而且很明亮 然后感觉防护措施都很好 我们就不用担心小孩子会受伤 然后小孩子爬上爬下都没问题 然后我就可以跟朋友 安心吃饭聊天都很开心 因为这边离府中站蛮近的 就从府中站走过来 然后下午吃一吃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去板桥夜战城 然后都蛮方便的 你们会躲起来让妈妈找不到吗 那还是你们的东西会藏起来找不到 对 除了各种游乐器材 店里还会依照季节 举办不同的说故事或是扮装活动 黄小姐就说 在这里可以放心的让孩子玩游戏或是DIY 爸妈也可以稍事休息 而老板也会搭配故事设计活动 让小朋友到整个店里去探险 动动脑也动动手 他还经常会办一些活动 可以就是讲故事跟小朋友互动 然后做一些手作之类的 然后爸妈就可以自己很轻松的在这边用餐 然后小朋友就可以暂时的放心交给他们 平常除了我们有一些玩具啊 教具啊这些或者是一些小活动的部分以外 那其实我们平日有时候也会开一些课程 就是也是专门为小孩子去做设计的 所以其实我们那些课程 我自己孩子也都会参加 那像今年的圣诞节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有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活动 店里还有小朋友专用的游戏空间 各种邮聚一应俱全 不管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的玩具 不仅小朋友流连忘返 家长也能够在一旁喝茶聊天 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 欢迎大家来玩都知道 记者赵世渊板桥采访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